平安365 15楼窗外镜像女孩身影 居民焦急万分 消防紧急出动 悬空营救能够化险为夷 小女孩为何会挂于此处 平安365 危机时刻即将播出 这里是重庆市沙平坝的一个小区 2014年10月12日上午9点 和平常一样 小区的住户王女士出门按了电梯后 就站在窗户前随便张网 等待电梯到达 可那天她这遗忘竟吓坏了自己 刚刚出去等电梯的时候 我就站在长海那边 看一会儿下面 然后飘了一会儿 对面那个房子 看了一个小女孩脚在那个床子上 那是什么 飘动的裙子 不 是个孩子 是一个孩子 悬挂在了高楼的房道网外 王女士吓得目瞪口呆 两腿发软 蹲在了地上 赶紧拿出电话报警 我当时看那个时候 小女孩的脚 一直在 那个床子外 里面两只脚一直吊着 后面我下去的时候 已经抬上去了 我当时还怕 当时我都那个前面都发动了 9点29分 重庆市沙平坝 虎西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八名消防队员立即出动 报警说一个小女孩 被卡在防盗网里边 因为平时的话 我们接到这样的事故也比较多 但是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就发现 整个事情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就在这个时候 楼下有居民也发现了孩子的身影 大家仰着头 十字张网 只见孩子的整个身体 都悬挂在窗外的防盗网上 有居民数了一下 孩子挂的防盗网 竟然在十五楼 那天上午 过往的路人 无论是出门上班的 还是从孩子上学的 都停下了脚步 大家被眼前所见 吓得瞠目结舍 每个人的心 都为身处十五楼窗外的 小女孩纠结着 就在居民们互相讨论 焦急的想办法时 消防队员及时的赶到了现场 一般的那种防盗网 卡身体的那种事故 它主要是说从里边 被卡在防盗网整个里边 也就是说 整个人处于一个 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条件下 但是这起事故的话 有一个特殊点 她小女孩因为比较调皮 比较贪玩嘛 她整个身体 就从防盗网的两个空隙当中 给钻出去了 那么小女孩到底是怎样爬出去的 为何会直升下头部 被卡在两根钢管之间 整个身体都悬在半空中呢 她的家人此刻又在哪里 这匪夷所思的一幕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当时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话 第一个联想到的一个危险性 就是说 她如果就因为她挣扎的话 她手给放了 脚给放了 整个身体 大半个身体在路在外面 头就会被卡在防盗网里边 然后通过身体的那个重量 就会造成一个窒息的一个后果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通过她自己的一个 就是说挣扎嘛 头给拔出来以后 她有可能就说 人整个就会掉落到楼底下 放眼望去 近五十米的高度 让在场的人们不衡而立 此时 指挥员韩维柯响 即使立刻填充救援气垫 也需要一段时间 而这么高的高度 一旦发生意外 恐怕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当时我们目测的距离 是完全超出了我们那个安全 气垫的那个距离 所以我们当时心情是非常严重 眼见着悬载半空的女孩 不停地挣扎 摇摇欲坠 刹那之间 她便可能掉下来 韩维柯马上带领队员们 冲进了楼内 本想乘坐电梯 迅速到达十五层 可就在此时 电梯却发生了故障 我们本来想通过那个电梯 就持着电梯往上走 结果一直按电梯 电梯没有反应 于是我果然下令 就是说携带装备 徒步攀登十五楼 消防队员用最快的速度 仅两分钟的时间 便爬上了十五楼 但上来后 他们又发现 女孩家中无人 门也被孩子反锁了 真正到达那个现场以后 我们发现一个新的一个状况 又又出现了 我们通过敲门 就发现他家里面 根本又没有大人在家里边 而且据那个 他一些知情人透露 那门当时是被反锁的 困难重重 状况不断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将如何展开 平安三六五 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消防队员不想耽误一分一秒 留下两名队员对门锁进行破拆 剩下的队员去寻找其他突破口 先是去左边的邻居甲 没人在 又来到右边这一户 但经过目测 两户之间的间距比较大 消防员没办法直接跨过去救小女孩 他们决定再上一层楼 采取所降的方式接近女孩 来到十六楼 队员们向下俯视 真是令人头晕目眩 小女孩还在不停地动 看起来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楼下住族的人们和住在低层的邻居 也一直在关注着女孩 韩伟科立即安排队员何宇杰 系上安全绳翻出窗外 开始失救 当时全我下去的时候 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体重比较轻 第二点就是因为 我们平时经常训练攀爬 我对这方面也比较熟练 何宇杰拉着绳索 一步一步向小女孩靠近 就算是经过训练的消防员 悬挂在十六楼外也难免会紧张 如此高度 谁都会有一丝丝的恐惧 更何况何宇杰还肩负着 救下小女孩的重任 他必须调整好心态 并确保自身的安全 当时下去的时候 说实话心里还是有一点害怕 但是想着小女孩在下面等待我们救援 我就没有别的想法 就直接下去了 就在何宇杰在十六楼的窗外 做着努力时 队员杨傲也和战友们 紧急地破拆着小女孩家的防盗门 当听到那个队相机在说以后 我战友已经下来那个救援区域 我下面必须加快破门速度 和我战友林外河把小女孩救出来 才能确保两个人的安全 当时我下去的时候 其实我也想过第一时间 把小女孩救进去 但是因为当时她这个姿势 救援的话比较困难 我就只能一边直升着 一边等待着我的队员从屋内救援 很快何宇杰来到了女孩身边 此时此刻她情绪波动很大 被吓得哇哇大 当时我的小女孩一直在踪扎 一直在哭 我就只能安抚她说 小妹妹你别怕 我会扶着你的 然后小女孩的情绪慢慢就稳定下来了 何宇杰一只手抓着防盗网 另一只手帮小女孩调整姿势 好让她不再正常 可这样的动作 让楼上的队员们看得心理意境 你不要踩 但是踩到队员带不住 不要让她踩到队员 别拉出来 别拉出来 天哪带不住 但是你带不住了 你把你回去 走 走 走 先军一发之计 不允许有任何的插持 一旦所降承受的重量过大 很有可能二人双双坠坐 何宇杰迅速进行了调整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女孩 并尽量用脚将女孩拖住 他们共同坚持着 每一秒都是煎熬 终于 复得窍门的队员 及时地赶到了窗前 看着小女孩获救 韩北科赶紧把何宇杰拉了上来 当我看到我的战友 把小女孩揪进去的时候 说实话我就彻底送了一封血 小女孩儿童何宇杰终于平安地进入到了屋内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在短短二十分钟后宣告结束 这让每一颗悬着的心都松弛了下来 赶回家的母亲 看着毫发无损的女儿 忍不住眼面痛哭 情急之下还不停地数落其女儿 那么 当天女孩儿的家人为何留她一个人在家 她究竟是怎么翻出去的呢 原来 被查的女孩儿名叫小薇 今年五岁 出事那天早上 她的爸爸妈妈出门办事 奶奶在家里带她 奶奶要出门买菜 就将小薇一个人留在了家里 小薇画了会儿画 看了会儿电视 竟然爬上了窗户 由于防盗网的空隙较大 小薇本身又比较瘦 加上年纪小 身体的柔韧度好 她轻松地便穿越了防护网 事后妈妈不停地问薇薇 到底为什么要钻出窗外 她也不说话 恐怕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一起起惨烈的事故 一次次血的教训 儿童无人看管 意外聚楼事故层出不穷 如何才能让我们的孩子远离危险 平安365 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其实很多有孩子的家里都装上了防盗网 但是仅仅依靠防盗网 绝对无法完全网住孩子的安全 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家长的看管 安全通常这个是肯定靠大人 是不是 比如说她的家里面 我们家里面比如说电 还有就是说用那些气啊 还有什么吃饭了去开水啊 是不是 还有就是说等等她出去的 肯定是要大人照顾 是不是 为什么我出来我都是把两个人抓住 一个车子交通 还有说人为的 还有家里面就是说 还爬窗子啊 这些等等 这些意小不达的事情 你肯定要想到 是不是 现在的家庭 父母是双职工的很多 一般情况下 孩子都是由爷爷奶奶 或者外公外婆来照顾 在一次网络调查中显示 老人帮忙带孩子的情况 几乎占到了70% 但很少有人想到 老人照顾孩子 到底要负多大的责任 平常是用来照顾这些小宝宝吗 对 他妈妈爸爸都要上班是吧 妈妈都要上班 你平常都带他做些什么 我们其实带他 带孩子是一件计划 那你对他这个安全问题 你考虑得懂吗 我们还是考虑得到的 我们随随随 我们两个都带他个人的嘛 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吗 是啥 没什么一刻的吧 都是一起 睡啊 吃饭啊 走啊 都是一路的嘛 但是确实 现在的年纪呢 普通也比较重 但是不上班来不得行 确实还是很具体 不会外公外婆都不带到 那个爸妈 是你的话 带孩子是一件既繁琐又辛苦的事 有的年轻父母既要上班 又要照顾孩子 而有长辈帮忙的家庭 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需要休息 放松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监护人难免会心存侥幸 疏忽大意 留孩子独自在家 觉得自己很快回来 不会有什么大事 但是孩子天性好动 好奇心强 不知自己的行为 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这样一来 就可能会酿成 不可挽回的悲剧 2013年6月20日 浙江省宁波市 宁海县的一个小区里 一对父母看孩子睡着了 就下楼买药 没想到女儿自己醒来后 爬上了窗台 哭个不停的她 正巧被楼下几名快递人员看见了 就在大家商量 如何施救时 女孩突然从楼上跌入 万全的事 女孩并无大碍 2013年6月30日晚 上海一住宅小区 发生了一起儿童坠楼事件 两名女童不慎从13楼家中 坠落身亡 事发时 他们的父母在忙着做生意 只有两名孩子在家 无独猶 四日早晨8点半左右 上海一农产品批发市场内 发生惊险一幕 独自在家的5岁男童 从四楼家中阳台翻出 就在她跌落的瞬间 刚好被路过的市场职工老王看到 老王冲上前伸手托举 但是由于巨大的冲击力 孩子还是重重的跌落在地上 事故发生时 孩子的父母也没在 而是将其所在的家中 2015年3月29日上午9时 浙江省嘉兴市京水区 一小区内 一名6岁女童 被困楼外空调机上方 随时有坠落的可能 道场消防员迅速变身空中飞人 采取旋锤方式接近女孩 伺机将其报响 经询问 该名女童当时也是独自在家 父母军外出工作 也没有老人看管 在此平安365提醒您 作为孩子的江户人 为减少意外伤害 绝对不要让您的孩子单独在家 江户人之间 要做好协调和沟通 由谁来照看孩子 对其安全负责 主动消除您所看到的安全隐患 而不能指望孩子不去触碰 平时要向孩子灌输 雾攀爬窗户 阳台等场所 通过讲故事 告知 体验等多种形式 培养孩子形成自身的防范意识 尽其所能地 为其提供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这是每个监护人 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2015年4月20日 新疆阿克苏市 以废品收购站突发大火 新疆阿克苏市水运公安消防中队 迅速前往救援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由于回收站堆积大量易燃物品 大火在狂风的作用下 快速地向四周蔓延 消防队员迅速疏散周围群众 并立即使用两支水枪 从不同方向控制火势 以防止火势继续扩大 经过20多分钟的救援 民火被彻底扑灭 经调查 这次事故是由于附近居民大风天 在室外烧垃圾 飞出的火星 点燃了收购站的易燃物导致的 平安三六五提醒广大观众 大风天气 尽量避免室外用火 以免火星飞溅 引燃易燃物发生火灾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